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69集 诸位清家都知道内库虽然名为内库 但却牵连着诸多要害 皇帝恨声说道 这些年内库搞得何其难堪 心里三年的时候 书郡南方河道 又欲北方降寒 朕下着内库向国库调银 哪里知道啊 广汇库竟然连银子都拿不出来了 广汇库是内库十库中 专司储存钱钞的库司 金银却应该是放在承运库中 皇帝生的这个气似乎是生错了对象 但不论怎么说 承运库与广汇库都是长公主与户部方面共同写礼 虽然这十年里户部根本不敢说半句话 户部上书犯件 还是赶紧起身来请罪 皇帝挥挥手 根本不正眼看他 继续说道 心政无疾而终 但朕决意在内库上做做文章 不求回复十几年前的盛况 但至少每年也要给朝廷挣些银子回来 这话说的声音并不高 语气也并不如何激烈 但内里蕴含着的威势 却让诸人不敢言语 皇妹回了信仰 总归要个拢头的大臣来做这件事情 你们有什么好人选 鲍玉镇听听 御书坊内这几位大臣与皇子都知道 这不过是个过场 京都里早就知道 陛下鼠疫的人选 正是此时安静坐在后方的范贤 而陛下先前借车发挥 大力服范贤上位 不外乎也是先给臣子们表个态 不要在待会的内库主事人选上唱反调 但众人也知道 其实内库的情形远没有皇帝所说的那般糟糕 每年由江南各坊输往北方的货物 少说也要为朝廷挣几百万两银子 如果不是内库那些非常隐秘的生意支撑着 庆国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四处拓边开土 一时间对于范家生出了隐隐的嫉妒之心 不过既然陛下显得如此不满 想来日后不论谁接手内库 只怕每年都要头痛上脚的银钱树木 想到此节 众臣才将嫉恨的心思淡了许动 但纵是如此 也没有人愿意在此时提议犯贤 这是脸面问题 也是经济问题 内库在如何难打理 主事之人每年捞的油水不会少了去 这些大臣们每年也要从信仰方面获得极厚的打赏 哪里不知道这里边的道理啊 众臣不说 范贱碍于身份自然也不好提名自己的儿子 御书房内一时竟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皇帝没有说什么 只是拿起了茶杯 浅浅错了一口 脸色如常 却没有人发现他眼中的寒意 而臣举荐 御书房内众人一惊 这沉默竟是同时被两个人打破 而且同时发话的两位呢 一位是太子 一位是二皇子 这状况可精彩了 皇帝微微点头 说道 说吧 二皇子看了太子一眼 微微倩然一笑 说道 太子竟然有好人选 臣洗耳恭听 皇帝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什么 太子见二皇子谦让 他身为东宫之主 将来庆国的皇帝自然是当仁不让 对着父皇行了一礼 说道 儿臣 儿臣愿推荐范贤 御书房里的人都清楚 东宫拉扯 范贤 不遗余力 更何况 这种顺水 人情自然是做得的 不料陛下却没有马上表态 反而问二皇子 你准备 监局何人啊 二皇子微羞一笑 说道 儿臣也是准备举荐 范贤 范大人 御书房里依然安静着 皇帝却用意味深长的眼光扫了范贤一眼 范贤面色不变 准备起身应付 不料皇帝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们兄弟二人都认为范贤可以 那就是他了 秋后便以旨意 不用传遇各路郡州 话题至此 变成定局 虽然这是年前范贤与林婉儿成魂之初 宫中就议定了的事情 但今天在御书房中提出通过 记录在册 自然不能再改 一想到范贤 父长国库 子长内库 众人的心中总会有些怪异的感觉 这等圣券 这等荣宠 京中实在是再也找不出第二家来了 再看太子与二皇子都争着交纳范贤 便知道范家的地位在今后这些年里 恐怕只会往上 不会下坠 烈火烹油 不果如实 范贤与范贤父子二人赶紧起身谢恩 连称惶恐 皇帝没有多在意他们 反而微笑问道 既然定了 朕 这才来问你兄弟二人 为何同时 属于范贤呢 太子 略意私存后 笑着说道 儿臣 只是有个粗略的想法 范尚书大人 为国理财 卓有成效 范贤既然是他家公子 想来在这方面也应该有些常才 二王子也笑着说道 儿臣 也是这般想法 再说内裤 多设金银黄白之物 总须得一个 结神自好的大臣 李氏才是 儿臣妄言一句 如今官场之中 贪沫成风 虽然各路郡中 也有出名的清官 但多在地方 小范大人才华横溢 世人皆知 其乃文学高洁之事 由他理着内裤 想来何事 哦 皇帝面色不变 问道 道理 倒是勉强通的 可 还有别的原因啊 太子与二王子互视一眼 都觉着有些摸不着头脑 莫非陛下是 借机考教自己二人吗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太子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二哥说得极实 加上内裤监察 向来是监察院的 分内之事 范大人既然是 监察院的提司 想来 二司配合上 也会方便许多 与二皇子一路进来的 小皇子 已经哭哭站了许久 脚都有些钻了 加上可能也听不到明白 这些白胡子大臣 在和父亲说些什么 精神不免有些不济 恍惚之中有些奇怪 嘻嘻笑着 置声置语说道 太子哥哥呀 依你说的 这个范贤 岂不是自己 监察自己了 他是个小孩子 所以说话可以放肆一些 旁人也只会以为是 童贞之语 但似乎是 无心之语 却直指太子 先前言语的错漏处 众大臣虽然不敢言语 太子 却是面色微韵 好在二皇子 此时 也苦恼到 父皇 而臣实在也想不出来了 皇帝没有责备太子 一言一语 只是淡淡说道 想不出来了 那为何 先前你要宝举他 御书房内众人 见圣上 东一下西一下的 明明自己属意反贤 却偏要找两个儿子的麻烦 实在是觉得 盛心难测 只好将嘴闭得紧紧的 生怕惹出什么祸事来 范贤身为当事人 更是觉得 这屁股下边的老虎凳 不止扎人 更有些烫屁股 便在此时 二皇子略带一丝不安的说道 其实 还有一种原因 是因为 儿臣与范大人私交不错 陛下安静地看着自己的二儿子 片刻之后 忽然笑了起来 笑声显得十分舒畅 说道 千条万条 只此一条足矣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内裤是什么 便是皇室之苦 既然要范贤来打理内裤 他自然要与皇室足够亲近才行 范贤既然在太常寺坐过 这一条亲近便已足够了 当然足够了 范贤怎么说 也假假是个郡主驸马呀 怎么说 这太子二皇子也是常喊他妹夫呀 太子在一旁听着 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 心想老二果然厉害 居然猜到了父皇想要的答案 自己怎么就慢了一些呢 由于大军出回 边界出定 所以今日的议事比往常显得久了些 竟是过了午饭的时辰 皇帝看了看天时日 便吩咐太监们备膳 将朱大臣皇子留下来一起用膳 范贤 今儿个头一次吃御膳房弄出来的东西 也没觉得哪里出奇 不过是些青菜鱼鸡之类 更让他舒服的是 与圣上一同用膳 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般难受 吃饭前也不需要再次磕头 太子与二皇子先前的话语 全都落在了他的耳朵里 知道自己是躲不了了 在看那位龙塔上的中年男子时 心里不禁多出了一丝警惕与含义 皇帝的恩宠 基于某个荒谬的事实 但他并不认为一个帝王 会拥有多少亲情 这种难得的东西 范贤不是一个好控制的人 他是跪也跪的 忍也忍的 听也听的 但有什么事 威胁到自身底线的时候 他会微笑着去摸自己的左小腿 跪不得 忍不得 听不得 只会去你妈得 太子与皇子们老老实实的 侍候着陛下用膳 然后去偏点用饭 此时 圣上与几位老臣正在闲聊 饭桌之上自然不谈国事 所以议论的尽是 谁家的井水 七茶极佳 某州西瓜 大如巨石 如何如何 偶尔又会提到天下一文 自然不免提到庄穆涵 此事一事 众人的声音似乎都黯然起来 向来 除了书大学士 与言行书外 这些庆国的高官们 甚至是陛下 启蒙之时 也曾经背过 庄大家的经测 总之 这顿饭 吃得比饭府的家宴 还要轻松许多 饭嫌有些肚饿 也没有竖耳去听那边谈话 正夹了一筷子 长长的上汤豆苗 往嘴里送 忽听着陛下 指着他说道 饭嫌啊 你过来 饭嫌一正 放下筷子 有些依依不舍的 瞥了一眼香喷喷的上汤豆苗 脸上堆出明朗笑容 快速走到圣上的矮踏之旁 看着那张虽然轻瘦 却英气十足的脸颊 他的眸子里恰到好处的 扮演出一丝激动与黯然 拱手行礼 老臣们不知道陛下喊他过来做什么 有些好奇的竖耳听着 皇帝笑着看了他一眼 说道 还记得那日在流经河畔的茶馆里 朕曾经许了你什么 范嫌没有料的皇帝陛下 竟然会在这些高官们的面前 将那次巧遇的事情说了出来 一笑 然后应道 臣那日不知是陛下 还与公统领对了一掌 冒犯了圣驾 实在是罪该万死 吏部尚书仗着自己三朝元老的面子 吕须自今问道 嗯 原来圣上与小范大人 在宫外曾经见过呀 庆国的皇帝陛下 在商讨国事的时候啊 显得不怒而微 而此时却又显得十分随和 呵呵一笑将当日的事情 给众臣子讲了一遍 范贱心里 暗道荒唐 只好再次请圣上 恕过全子 冒犯之罪 其余的几位朝中大佬 却是暗中嘀咕 难怪范贤如此神兽圣宠 原来竟是有智等其遇 这小子的运气 未免也太好了些 又不免好奇 好奇陛下究竟许了范世子什么 朕曾经说过 要许你妹妹一门好婚事 皇帝看着范贤的眼光十分柔和 竟是带了一丝天子绝不应该有的自许之色 如今呢 范小姐许给了靖王世子 你看 这门婚事如何呀 范贤心头 比吃了黄莲还苦 脸上却满是感动之色 跟着父亲连连败谢 而身旁的几位老臣 在微微一正之后 也开始溜须拍马 说陛下河畔偶遇臣子 便成就了一段姻缘 实在是千古佳话 云云云云 说话的声音有些大 传到隔壁乡 正在用膳的几位皇子耳中 大皇子皱了皱眉 太子却是微微一笑 更是为自己拉拢范家的决策 感到英明 下意识里去看二皇兄的脸 却发现这位脸色不变 依然如这些年里 那般慢条丝里 甚至有些古怪 缓慢而连绵不绝的 咀嚼着食物 不由在心底痛骂这次 虚伪不堪 御书房所在的殿宇内外 竟是一片欢声笑语 送圣之声 有谁知道 范贤心头的烦恼与苦楚啊 而当范贤在余晖之中迈出宫门 看着新街口处 骑在马上的那位世子时 他心里的烦恼更生 静王世子李鸿成 满脸欢愉的向他迎了过来 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久别重逢的喜悦 全然不见内心深处的真实情绪 这时候 夕阳夕尘 黑色降临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颜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